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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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建 你是不是功臣呢 我是你爹 是你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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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 进 那家套今天也走完了 所有的文件和资料都已经被分回 即便剩下的价值也不大 但我们在地盘下面找到了 被人罢了 因为所外的电台元件 可以屈然无疑地证实 那里就是共产党的交通站 果然啊 你去光盛陶西店 是去通风报信的对吧 你去哪儿 残忍 我希望顺轩 能够采用文明一些的方式 是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你是不是公道 我叫他 我叫他 陶晓 叫我呢 求婚长 交给你了 大奎 还记着我在二处 当处长那会儿吗 当时我们抓了一个 共产党的间谍 叫张力 还抓到一个双面间谍 叫陈善 你说我今天隔着这个玻璃 看见他 奇怪了 我怎么会想到那两个人呢 怎么办 你这儿有签在干吗 春间月影招供了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 你们俩之间不是同事吗 还一起并肩做战果 我本来是想 如果她不敢说 你还可以劝劝她 说这话有什么意思 听听吧 说吧 陈姐 三天前 我去关局长的办公室 送文件资料 看见 就会让你 送去了一份机密电报 然后呢 然后 晚上 晚上没人的时候 多多留情 就偷看了 关副局长的报告 是 所以 当年火哥见街头的时候 就已经是共党了 这些年 你一个总务科科长的身份 到处搜集情报 谢处长说的那个 与共党代表见面的人 就是你 你已经把这些情报 交给了你的组织 是吗 是还不是 你 你笑是什么意思 是莫认的吗 就不认了 你说得头头是道 但是你误会我了 误会我了 你的意思是 你不是共党 我怎么可能是共党 我肯定不是共党 那你为什么要偷看 关副局长的报告 我这个 总务科长我干够了 当够了明白吗 我 在找机会我想 我们往上爬 我想知道 关局长 我是个秘密的电脑 我还想知道 你和谢处长 在搞什么秘密行动 如果我都知道这些 我都知道 我就可以离狗了 我就可以嫌疑犯身了 马上就要车到台湾了 当国商下 谁在娘不想 当大块老废差呀 我也想啊 有一个算一个 结果让你不想吧 谢处长 那不想吗 关局长不想吗 有一个算一个 我也想当大块 我也想当飞宅 我有错了吗 我有错了 他疯了吧 局长 他 黛贵 听他说完 听他说完 他这是被电 我家里有个人 我打算了 我看你 他这帮了 你还能够 我得了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事 还有明天 继续努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是个演员啊 维作的集电 让我们把重庆所有的工业设施 全部炸毁 说我职业 要炸毁重庆城 就不怕背上千古罪名了 看到这里的深色拳马腐败毁油 看到我们为出生入死的党国 早已并入高荒 你今天把我料着 不管是跟日本人干 还是跟共产党干 但我不可能赢 真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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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真是不好对付啊 可以 处长 别想了 喝点水 你之前见邱昀侠审犯人的时候 看她给犯人喂个水吗 不会 怎么了 你走了 有问题啊 看来今天啊 还不是一场独角戏 这孩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这辣子鸡都热了三遍了 又凉了 这孩子总算回来了 你怎么又不带钥匙啊 来了来了啊 来 你是谁 你找谁啊 小姑娘 这什么地方啊 怎么这么鬼神神的 好可怕 好 这是陈浅的外婆 来给陈浅送点吃的 半夜三更送什么吃的 而且官府局长特意交代 放心 我不会进去的 要不给官府局长打个电话 这深更半夜的打电话 影响他休息不合适吧 好 那就五分钟 你们到底什么人哪 为什么又把我外孙给关起来啊 说了你也不懂 我不懂 我告诉你啊 欺负中国人的 除了日本人 就是八国联军 这都哪年了老人家 外婆 来 好 陈浅啊 陈浅 你没骗我吧 我怎么记得 你已经中学毕业了啦 小小弟 你这不又糊涂了 我这中间还上着呢 这是我们学校训导室 我就是犯着这小错误 还能给我关进来的 你忘了 上次我淘气 把我们校长进行车里 车里给放了 再逛我一晚了 这时候 我我也记得 是吧 没事啊 明天就回去吧 真的 真的 明天回家啊 回家了 那太好了 明天我继续给你做这个 辣子鸡 咱们明天做个 麻辣鱼好不好 麻辣鱼 行 行啊行啊 麻辣鱼 好好好 我给你麻辣鱼 那明天我就去十八梯菜场 然后搞一个 山口本地鸡 再配上一斤朝天椒 怎么样 那不还是辣子鸡吗 辣子鸡 对了 还是辣子鸡 小阿弟 吃饱了 赶紧回去吧 天也不早了 吃饱了 嗯 那我收了啊 陈浅啊 你以后学乖一点啊 听校长的话 不要惹校长生气 要听话啊 放心吧 好了 那我走了啊 嗯 一会儿小见 好嘞 明天外婆等你回家啊 哎 陈浅 陈浅 希望今天的审讯 能顺利 你 周国长 我能先问你个问题吗 请问 你是不是 从谢助长的办公室 撤回了一份报告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报告的内容是什么 这是一份 关于共党电台的报告 那这份报告呢 交给谢助长了 给谢助长 我说的是 那份被你撤回的报告 我烧了 怎么了 你为什么要烧了它呢 我们情报科 都是这么处理机密文件的 你有什么疑问吗 那我可不可以 大胆地推测一下 那份情报的内容 是中共电台的地址 这个地址就是 光声讨气电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我想起来 吴尔南曾经跟我说过一件事 说在邱科长的家里面 有一只陶逸的花瓶 而且邱科长非常的真爱 陶气垫 陶逸花瓶 邱科长 你怎么说的 你怎么说的 你说这中间 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 陈浅你到底想说什么 邱科长你没有觉得 今天很奇怪吗 本来审讯是定在上午的 突然改到了下午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谢助长也不在 难道你就不好奇 谢助长干什么去了吗 谢助长辛苦了 好 应该的 不好意思啊 邱科长 没有经过你的允许啊 擅自去你家参观了一下 装修确实不错 好 顺便呢 还找到了这个 这么漂亮 这底部还刻了个字啊 记 淘气垫的老板叫什么来着 纪国明 那字迹核对过了吗 看来邱科长 跟这个纪国明认识啊 我在光深淘气店 买过花瓶 巧了 这一支啊 刚好是在光深淘气店找的 做工很明显就差很多了 也刻了个字 秋 这好像就是你的字迹吧 而且去哪里 这一瞬的 咱们就有的 可爱 跟我去里面 岂里就 got more 但是我都可以做 这是个资金区 好 好 刚才结果想拿回那个报告 不是为了抢功 而是为了帮自己的爱人逃跑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你们对我的隐私 那么感兴趣吗 当然感兴趣啊 这两只花瓶里 都插着单柜 这也是巧合嘛 还是说 这是你们 向对方 表达爱意的一种 特殊方式呢 看来就会想说谎了 你们的爱情根本就没有结束 你们是怀疑 我因为感情耽误了工作是吗 那看来今天的审讯 我是不能胜任的 那就交给官副局长和谢处长 邱会长你今天走不了 走 看来今天是针对我的 怎么会呢 我不针对任何人 不管你还是陈简 都没有 我只针对真相 邱会长不要着急嘛 坐下来慢慢说话 礼仪是会越变越明了 请坐 好 陈简啊 你刚才讲的话 我在里面听得不是很清楚 你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再复述一遍吧 那天晚上 我到达光升淘气店门口的时间 应该是九点十分左右 我看门虚眼着 按理说那个时间应该打烊了 我进去之后 店堂里面没有一个人 所以我好奇就上了楼 楼上还是没人 但是整个房间 都有快速撤离的痕迹 火盆里还有烧生灰的文件 然后我就在楼上发现了那个 刻着秋字的花瓶 我听到楼下有声响 结果就和秋客厂见面了 就是在你到达之前 陶器店的老板 他已经接到了消息 逃离了这个地方 对吧 是的 从现场痕迹看来 季光明撤离的时候很仓促 想必应该是有人 刚刚跟他通风报警 老汤啊也招供了 他篡改报告的事 但老汤跑了 估计也会第一时间联系的 推测差不多九点吧 谢处长你怎么会怀疑 谢处长 你有证据吗 九点左右你在哪儿 办公室 谁能证明 余奈 我在走廊碰到他了 在办公室也去打电话吗 我办公室所有电话的进出 都能查到机会 查也查不到的 邱国长这么谨慎 怎么会用这种方式呢 我觉得邱国长应该用的是 他最擅长的 也是最容易隐蔽的方式 电台 谢处长 能不能再辛苦你一趟 去把那天晚上九点左右 情报科 支配人员 所有结果的电报 全部拿回来 我相信一定会派得上用场 没问题 邱国长的办公室里 有一台美国军用的发报机 大家都以为 这是邱国长平时做研究用的 其实那台机器 是随时都可以发报的 邱国长应该清楚 每天有很多来历不明的情报 都被扔在了资料队里无人问津 如果邱国长不顾问的话 根本就没有人知晓 应该就是这一封了 你们已暴露 抓捕人员正前往 请火速撤离 你说这封电报 是我发的 有证据吗 邱国长曾经给我们做过培训 所以邱国长的发报习惯 我有观察过 他的发报频率很快 年轴时间很短 而且他喜欢用中指 和无名指交替发报 力度会有一些变化 这个简单 只要问一下 晚上监听电台的人员 就可以了解到这个情况 如果邱科长 还是不愿意承认的话 那这份电报最后的两个字 就出卖了你自己 因为邱科长用的是 通用的摩斯电码 所以邱科长怕担心 纪国明接到电报以后 不能确信电报的来源 没有及时撤离 所以他在这份电报的最后 加上了一个 纪国明可以信任 而且是他们两个 才知道的安马 单柜 单柜 明白了 原来邱科长 是假装去抓纪国明 实则是为了拿回这支 可有自己名字的花瓶啊 邱科长肯定没有想到 会在那儿碰到我 所以 他就演了一出抓捕我的戏码 把这份脏水 泼到了我身上 他们俩现在把所有的证据 都指向你 解释一下吧 他们俩现在把所有的证据 解释一下吧 刘副局长 刘副局长 我错了 错在哪儿 是不是现在已经后悔做了共产党员 做过了 做了一个女人 总是很难过感情这一关的 关于这件事情 我需要 跟您解释一下 嗯 放下 这会儿的 让他们放下枪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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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关上去 真不容易 不应该借了 不是 我现在需要一辆车 有 车有 如果你配合 我是个讲信用的人 好 我还会让你回来 继续到你的官府去找 好 好 配合 配合 有 通知 接下来 请 有 特曼 有 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 背叛保密局 背叛党国 背叛我们的信仰 但是我相信 这件事情是正确的 对于你 对于我 对于崇敬 对于中国 它是正确的 说实话 我是无所谓 即便是去了台湾 那么个台湾之地 三多州上 我也没得回 就是可惜了你 你 以你的才华和技术 本来 应该是有一片美好的明天 去台湾又能怎么样 现在成败一群定数 将来也是这样 如果要复兴民族 我们只能舍弃我们现在 既然我们做不好 那就把希望留给共产党了 是 是 你 什么 我 你 你 没有 我 是 你 我 你 为什么 将把握更大一点 但是谢东天 已经开始有所动作了 我担心你的安危 我把事情推给你 这样能争取更多的时间 我明白了 老汤 保重 老汤 陈浅 以我对你的了解 你应该猜到我会联系你吧 应该说 今天你的戏演得不错 但更让我敬佩的是 你明明已经怀疑我 却依然扛住了苦心 而且一个字都没说 我想你已经意识到 我对你所做的一切 审讯也好 电行也罢 都是利用目的的 虽然你不清楚我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但你能确信 这是我对你的试探和考验 你过关了 但一切才刚刚开始 在淘气殿遇见你的那一刻 我就明白了 你也是想和我做同样的事情 但谢冬天已经赶到了 在那种情况下 我只能将你先抓捕 我向你也清楚 即使你再能言善变 也无法洗清自己的嫌疑 你还记得我曾经对你说过的话吗 当一名间谍被怀疑的时候 他就已经死了 如果你还想要死而复生 想要完成你潜伏的任务 只有唯一的办法 就是出现一个比你嫌疑更大的人 而这个人就是我 我也许不太懂得你们的信仰 你们的主意 但是国民党的腐败昏庸这么多年 我深有体会 而且 我相信季国民 也相信你 两个我最相信的人的选择 我像是不会有错的 不过 怎么找到我才是潜伏中共的证据 还得靠你自己 这也算是我 对你最后的一次测试吧 如果你赢了 你也不用为我担心 我一定有办法自己逃脱 季国长 季国长 官务局长 您下车吧 下 下吧 季国长 你这 你是怕我说话不算数吗 连你都偷办孤传达了 我还能相信谁 其实无条件地相信一个人 是件幸福的事情 可惜你没有体验过 季国长 给当国公做了这么多年 我谁都不敢相信 相信我一次 你下车吧 你下车吧 我 我下车吧 我下车吧 求长 等心走我吧 官府局长 生日快乐 好 保重 求你了 去吧 晓美 飞房 居住 报租 仔仔细细地再给我搜查一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下次再来 等一下 我有话要跟你说 谁开枪 没开清 杨太阳头万被打碎了 好坏啊 这你都有问题 姑娘 你是要去陶器店买东西吗 一句祝福的话 深藏心底 相守未完成的事 与五声处累积 一条追寻的路 有风有雨 对真相的凝望 无从放弃 守护的人啊 守护着希望 守护着你我守护他 每一阵灯下 这闪烁的光亮 是希望之光 守护的人啊 守护着希望 守护着你我守护他 点燃的理想 守护着我们守护大家 一句祝福的话深藏心底 相守未完成的事 与无声处累积 一条追寻的路 有风有雨 对真相的凝望 无从放弃 守护的人啊 守护着希望 守护着你我守护他 每一阵灯下 这闪烁的光亮 是希望之光 守护的人啊 守护着希望 守护着你我守护他 点燃的理想 守护着我们守护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